OK,现在你们已经抄了你们的Lockboard了 OK,这些就是你们的Lockboard嘛 假设啦,你们也是一张张抄了嘛,对不对 抄好了 你们记得检查那个顺序 你们记得检查顺序 如果画面你们看不到,你们跟我讲啊 因为我是第一次这样子 这样子录这个视频 我不 confirm 我的视频 OKOKOK OK OK 就是你们的Lockboard炒好了 OK, confirm,确定那个顺序没有错 OK,根据我给你们的PDF档 检查那个顺序没有错之后 把它们叠在一起 然后,我叫你们左边有留两个CM嘛,对不对 留了两个CM要来做么呢 这两个CM留来就是要打洞的 OK,你们做好之后先放一边 这个东西先放一边 我现在先给你们看一下书皮 就是你们做好抄好了之后 你们要制作封面跟封笔 这个只是sample啦 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弄到很漂亮很多颜色什么之类的 可以是一张白纸 白色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是黑色或者是什么颜色都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这我自己设计出来弄好看一点罢了 OK,如你们所见 我制作了封面封底 它是印卡纸来的 OK,做好之后 把它绑起来 装定起来 然后它就可以成为一本书 OK,成为一本书之后 你们的那些资料也不会说一张张分开 这样很容易不见 这样这个书皮要怎么做呢?书皮 书皮你们要去买这种卡片 纸板 OK,它是很厚一下的 它是挺厚的一个卡片来的 在哪里会有?Popular可以吗? Popular基本上大部分的数据都可以买到的 你们等一下 是不是好像那种很硬的纸 是纸来的吗? 算是纸板 它们算板的了 你们去书局是不是? 跟老板讲你们要买 跟老板讲你们要买Mounting Board Mounting Board A4 做这种纸板 你们跟老板讲你要买Mounting Board 我要A4 size的 OK,你们自己做笔记 Mounting Board A4 size的 它是一边黑一边白的 它是纸板来的 你看它不会跟纸布一样的 纸是软的 这个是硬的 OK,这样子它才有保护作用 OK 买回来是这样的样子 但是做好之后是这样的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拿纸 在外面重新再包一层 所以它变成这个样子了 OK 它原本是这样的 原本是这样子的 什么意思多少都可以 他们问要买多少张 前面一张后面一张 两张咯 你们A4 你们A4 size吗是不是 你们是A4 size的吗 我这个是比较小个一点 我是给你们看什么 你们是A4 size的纸吗 你们要买前面一张 后面一张 总共两张咯 明白吗 OK 所以买好之后 买好之后 你们还要准备它的书皮 OK 我是用print出来的 你们是 你们的话我建议你们是先包好了 包好了 再把这个剪下来黏上去 比较 然后这个自己写上去 会比较好 不然的话 你们如果印好了的话 我怕你们算不对位置 然后很容易走位 等一下那个logo 变成外边的在这边 很容易走位 像你们准备好一张纸 这样子肯定要比你的纸板大咯 不可以 不可以比你的纸板小咯 就是你是A4 size的板 你的纸就要比A4再大一点 大大概两个cm左右 每个边至少大两个cm左右 OK 然后假设这边是你的外面 你要包起来嘛 是不是 最后你要包起来嘛 这样你就要在这张纸的后面 画这样子的格子 画这样子的格子 先把你的板放下去 先把你的板放下去 然后先把它的边画出来 OK 先把它的边画出来 然后你的纸就要凉了 这边两个cm 我叫你们保留两个cm嘛 对不对 两个cm 这边是两个cm 然后这边中间 还有一条沟 这边两个mm cm跟mm你们会分吗 会 会啊 OK 这个focus不是很好 总之 右手边这边 右手边啊 右手边啊 两个cm 然后中间空 两个mm OK 你画好了这个格子之后 你在你的纸板也是一样 两个cm 然后中间两个mm 这个是前面的封面啊 做好之后呢 你就要把它切开 我的刀片呢 我在这边 刷好之后呢 你就要顺着这个 这个线 把你的纸板 把你的纸板 切开它 那你们要小心啊 拿刀片来割的时候 不要弄伤自己的手啊 还有要保护桌子 最好是有这种cutting map 不然的话 你就要铺一些纸皮啊 和纸板啊 不然你的桌子 会被你割花 OK 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要把它切出来吗 只有前面需要这样切罢了 后面的 后面那张 不用 只有封面 这张要这样切罢了 切的原因 是为了前面的封面 它可以 打开来 OK 所以你们切了之后呢 你们切了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三条 OK 中间这条售的 不要 可以丢掉了 这张可以不要了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的纸板就变成这样子了吗 是不是 三个part 接下来 接下来你就要粘起来 OK 接下来你要粘起来 你们可以用不同的浆糊 那我用的是这种乌乌steak 比较干的 那你们也可以用 比较 水的那种浆糊 但是你们要注意 就是比较水的那种浆糊 是你不要涂太多 因为涂太多 那个纸会死 一湿呢 它就会开始皱 那个包 包起来的时候 它就不会这样平滑 它会 可能你会上面有皱纹什么的 所以你们的注意 不要太湿 OK 你就在这边上面 开始涂那个浆糊 OK 整个可以涂完它 没有关系 就是在这个格子的范围里面 格子的范围里面 涂浆糊 涂了 这个卡子就对准 它的边 粘上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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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了之后啊 你们在这边四个角稍微 稍微切开它 因为等下你们包回来的时候 它不会太厚 四边切开之后 剩下的四个白边 也是涂上江湖 然后拔回去 四边拔回去 谢谢大家 四边把回去之后 你们还要再准备一张 比A4纸小一点的 比A4纸小一点的再把它封上来 我们可以把它封上来 OK 语文上一张封面就已经做好了 OK 我们之前为什么要切断它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切断了它才可以折 OK 它才可以这样子可以折起来